一開始無論是從跨平台的部分或者是回到我們剛好其實大部分的使用的都是用iPad這個載具 那所以我們在這個載具裡面它本身的軟體其實也提供了我們在教學上有很多的發揮的空間 因為它的這個數位樂器其實在音樂上面其實真的可以有很多發揮的地方 那當然能夠去做跨平台的部分我們也可以帶領孩子去做工具的部分 那剛剛在健康體育這一篇其實也提供了非常多的工具或者是平台包含像剛好提到的紅酒或者是甚至像這個包 國中以上或許學生開始有帶自己的載具手機進到教學現場當中 用來設計一些那個密室逃脫的方式的這樣子的闖關活動 其實我覺得有很多的軟體或平台包含剛剛大叔的總結 我覺得其實都是在這一次我包含說從前面一路一直到現在是有看到非常多的平台或者是載具也好 其實都在在的提供給我們非常多的武器 可是我覺得其實到回頭到現場當中我們還是會去選擇一個最適合我們分別或者是我們的教學領域當中去做一些融入跟帶領孩子 那大家又回歸到剛剛大叔在講的總結的那一句話是我們不是為了用而用 而是真的可以達到我們的效果我們才會去選擇使用它 那教學目標才是我們要去真正思考的一個重點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師老師 那我們是為了專家其中最位是我們這個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